今天下午第一场的演讲 方宇要带给我们的是跨单位合作 敏捷的落地经验 沟通的大难题 方宇他现在台湾的大型银行 担任经理的职位 别看他现在这么年轻 其实已经在金融业 已经有十年的历史的经历 那他从证券到银行 小银行到大银行 他其实也非常有幸的见证 在转型中的大银行 那目前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看法 其实都很类似 因为敏捷开发对我们来说 其实就像独身警一样 因为一个还没有经历过敏捷的人 其实很难读懂 他的完整的流程是怎么样 尤其是发生在传统的公司 非常的难接受 这个新的开发模式 那如何在公司同胜不认同的情况下 那如何一步步的推行自己认为有效的开发模式 即使这个敏捷式开发 已经在国外被采用多年 那今天方雨想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所感受到敏捷 然后以及听见使用者真正的需求 然后去考量专业的性质 跨单位合作的特质 以及他们是如何沟通的 那我们欢迎方雨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看传统金融业 我们如何在大型专案中实作敏捷 那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大的单位里头 我们要导入一个新的概念 一个新的东西 从最一开始照本宣科 按表操科 按着翻译来做 这都是正常的必经过程 那初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生硬 甚至会有一些小失败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都是无妨的 而且是值得被鼓励的 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很多的前辈 在前方示范给我们看 让我们更知道如何调整自己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If you don't fail then you don't try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 我们遇到的状况 从失败中学习 好 我先来介绍一下 有关于我们遇到的难处 首先 我的产业和组织 我们是在金融业 所以管制自然多 因为我们是特许行业 所以主管机关必定是监控的很多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每一回有一些新的 新的业务要进入我们这个产业的时候 都会有所谓的金融监理沙盒 那这样子的管制之下 对我们当然是限制颇多 然后再来我是来自大型银行 就是万名以上的员工 所以我们的流程是很厚重的 层层叠叠叠 这个也是所有的大公司无法避免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产业毕竟是跟钱有关 所以保守且谨慎是很难以避免的 所有的长官在听到新东西的时候 难免都会先问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安全的SOP 这个是我们很难以避免的一些现实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 有关于我现在所执行的专案 我们这个专案的本质 还有我们的人 我们遇到怎么样的难处 我们这个专案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专案 它是成本有高达四五千万以上 那它到底上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软硬体接要更新 也就是像是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资料库要从MS SQL转换到Oracle去 那可能有 我们有一千五百多张的资料表 要去做转换 那我们有两百多支的批次 要整个做架构的重构 那我们这个平台有两百五十个功能 也通通要做开发语言的转换 那因为系统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除了软硬体的老旧以外 它本身的操作流程 还有一些业务上的设计 也被使用单位 就是嫌弃是比较老旧的 所以他们也想要从原本 两百五十个功能去做优化 所以它的总成本加起来 有高达四五千万 那除了比较单纯的 也不能说单纯 应该说除了比较 制式的软硬体的转换之外 还有其实我们这是敏捷的重头戏 就是有关于 那个需求的优化 功能的优化 那我的系统呢 是有差不多有三四百人的部队在使用 但是呢 我们这个案子只有两个 BU窗口 然后也只有两个IT窗口 那我们在银行业是很难以避免 就是我们是委外开发 这是一个现实面 所以我们有十个vendor要去沟通 那我的平台呢 也创接了十五个系统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小的挑战 好的 那我去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敏捷的旅程 我们这个团队是在2020年的1月 就是今年初团队承接的这项任务 那承接的任务以后呢 从我们承接到我们真正去描绘出我们需求范围的初心 其实我们走了将近半年 应该是说半年以上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段时间 这是怎么来的呢 刚刚我说到我们的专案有包含软硬体 这个是属于比较IT下水道工程的作业 这个部分是我们IT其实在承接任务以后就一直着手进行的 但是呢 我刚刚也有提到 user单位觉得网站过于老旧需要优化 但是在250个功能里头 他们要怎么去挑出他们必须要优化 因为成本是固定的 那不可能所有的愿望都会达成 那怎么找出这一部分它需要优化的东西 我们就吵架吵了将近半年有 然后描绘出我们PBI的初心 接下来呢 确定了我们的产品的雏形之后呢 就开始进到就是平台开发的过程 那因为是三四百人的团队在 三四百人的部队在使用 所以这个沟通也是一个大挑战 那这也是等一下我会提到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差不多 从开始kick off 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半年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spring在走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 不断在retro里头去改善我们的流程 因为我们的案子它的范畴确实是蛮大的 因为光是下水道工程就有资料库 批次网站开发 然后还有一个优化工程 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spring流程里头 设计了非常多的小小的timebox 以保证我们不会去漏掉很多 很多我们该注意的小细节 那听起来这个旅程呢 其实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件事情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幸运可以听到 正在进行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我们的荣幸啊 好那我现在就进到我们第一个主题 我们是如何去描述我们的需求范围初心的 其实我们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部队有三四百人 那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忠心诚意 想要去做出这四百人部队 他们发自内心想要去使用的系统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就决定要向end user 就是这三四百人 去收集他们想要优化的原因 所以我们去向他们收集了痛点清单 那有了这样子一个基础名义 基础名义之后 我们又开办了workshop 这个workshop其实是指一个初步的访问 我们希望不要误会了他们的意思 然后也可以借此收集一些 我后面会提到 我们要如何排序这些需求 那当时候我们向我们的end user 收集了其实就是这样的痛点清单 我们总共收集了将近四百个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栏位 就是我们有痛点的次序 然后这些痛点发生在哪些功能 然后他们也说明了一下这些痛点 然后有一些建议的做法 那其实我有把一些各自mask掉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为自己发出来的痛点 就是落下名字 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那后面这两个栏位呢 其实就是我等一下会说到 我们去排序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我们在这个初步的workshop之底头呢 我们可以粗略的去估算 这样子的一个改善 我们会用到多少的cost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候的一个访谈记录 就是我们的workshop 其实每一场跟每一个访谈的痛点 我们都有留下这样子一个文件轨迹 那提案的BU 参与的IT跟vendor我们都会签名 那每一个痛点它是属于哪一个业务模组 哪一个功能 然后还有这个第三列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因为想要优化 必定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去留下来 这样子他们嫌弃的一个操作的状况 花费他们多少时间 然后有多少人会遭遇这样子的困扰 使用人数跟每天使用的评次 然后留下这样子的轨迹 其实是我们日后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方宇我想要请问一下 在这个收集痛点的这个时间 我们大概花了多长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开办了六场workshop 大概有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收集了大概快400项的痛点 是的是的 其实如果包含从一开始收集 就是文字形式的那个痛点清单的话 加上这个访谈记录 大概有花到两三个月的时间 对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很庞大的案子 好 那在有了我们的痛点清单以后 我们就来思考要如何去排序我们手上的这些基础名义 那其实我们的大方向一直始终没有变 就是我们决定要排出它的价值序 然后用我们的成本去框定它 那这些这每一个痛点它的价值要如何定义呢 这是PO他会站出来和我们的业务单位和我们的部队去讨论 决定这些这些产品它价值的因子是什么 然后再决定出它的计算公式 那这些因子都会被量化 然后由专业负责的人士去评估 这么说有点抽象 然后我就直接把我们的价值排序秀出来 这是我们当时候做出来的就是每一个功能 它向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列 就是我们当我刚刚最一开始看到那个痛点清单了 就是我们把痛点数把它把它就是累积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决定价值的因子 有包含例如像重要性急迫性 还有开发人士 这开发人士就代表它的cost 那什么叫专业评估呢 就是重要性和急迫性我们是交由BU 那IT则是负责开发人士 这也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个痛点清单旁边有两列 就是我们评估的那个那个开发的人士的cost 那BU评估这个重要性跟急迫性呢 其实它的它的原始是来自于 刚刚我的反弹记录不是有写到 就是使用的评次花费的时间 是从那边变形而来的 那有了这三个重要的排序的因子 那我们最后我们也是这个这个排序公式也是大家 大家就是整个Dev Team大家开会 包含有PU包含有重要Stateholder 然后包含有IT的人 我们一起讨论出来 我们认为这个商业价值排序 它应该是要由这样子的公司计算出来 那最后呢 出现了排名 然后用我们的总价值 用我们的总成本 例如说我们的优化案有2200个mandate的成本 然后这样子去矿定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栏位这个外卡 就是在排名跟访判的中间 这个外卡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外卡意思就是 其实在金融业真的难免会有一些需求 它是必须要做 它可能牵涉到遵法 然后也有可能牵涉到公司一些很重要的策略 所以它就是拿到了特权 只要勾了外卡的话 就是排名直接保证直接上冲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跟KTV做插歌是一样的 他们对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我刚刚讲之后这件事情 就是我第四点讲到的 其实这个排序出来 它是一翻两瞪眼 是很透明的一个数学计算 那出来以后 其实也不是400部队就通过买单 其实部队的主管 他看到自己的东西往下掉 他也是会生气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整个部队 大主管出来 把所有部队的主管全部找出来 大家其实一个房间里面一起摊开来说协调起见 然后最后PO就排版定案 这是我们整个需求范围雏形出来的经过 那其实最后我们又把它视觉化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我的单位我服务的部队 其实他们都是年自25年到30年 非常非常资深的员工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给他们看文件 他们是没有感觉的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哦这个件事情 这个动作好像很笨很原始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动作其实让他们真的看到说 这个案子是非常大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播放一下 这一面墙啊 大家有看到一条红线 那一条红线之上 就是最后从250个功能里头 炒出来49个 我们要优化的 但是向下的其他的功能 我们也是通通要做语言的转换 所以这一个专案是非常庞大 其实我们很挑战 很辛苦 那各位如果有在用trial board 如果想象一下把这个放在trial board上面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然后合共是把放在限制上的墙上 好的 那我们的需求范围炒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进入真正的专案的执行 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 如何去沟通这些需求 这些优化的需求 那其实我觉得沟通啊 它尤其是跟不同 性质不同的人 什么叫性质不同的人 例如说我是IT 那我面对的是BU单位 我们的思考模式基本上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那尤其部队如果今天站出来说话 他们跟我们又更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直接执行操作面 可能跟BU又有点不同 所以每当遇到性质非常不相同的人 聚在一起要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觉得面对面 就是face to face 就是不要去透过文件 我觉得用文件都是吵架跟gap的开端 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面 然后描述的东西越具象化越好 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我先讲 就是有关画面的沟通 我们就是用最原始的paper proto 然后进到prototype 那paper proto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小时候都会做的 就是剪贴跟画画 它是非常具象的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在我们的优化里头 有一些功能是近乎400人都会使用的 400个人我们又希望 我们真心希望 每一个人都不会太失望 所以每当去沟通的时候 部队里头每一个业务不一样 业务属性不同的 我们都会尽力去沟通 那在这个时候你如果用文件 它不但是浪费时间做文件 而且我觉得沟通完全没有效果 我们就直接拿着一张纸画 直接在纸面上去做沟通 你看这我们觉得不OK 就直接用笔就画掉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剪贴纸笔 这样去把它做出来 可是它可以达到很高的共识度 原本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能 其实如果是走以前 是比较waterfall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想象 可能要炒个一两个月 都不一定有结论 可是我们蛮意外的 这件事情我们差不多 够了不到一个月 其实几乎达到高度的共识 那paperproto出来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功能 又过于复杂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进化版的paperproto 那这是什么 这其实是用powerpoint 或excel来做 做成动画的 做成动画的意思是 我们是邀请部队主管 或者是部队一些意见领袖 就是意见比较多的人 他亲自来顶 因为有的时候 他的口不一定说他的心 他真的在使用的时候 他就可以发现 他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他要使用的 所以我们就做成 paperproto的形式 那如果有一些功能 他其实不是这么的复杂 或者是不是太多太多的人 使用的话 我们可能不会 就跳过纸笔的那一段 因为很容易就进入共识 我们就可能直接用这种 进化版的paperproto 用excel或者是用powerpoint 直接让他们去操作 那有了paperproto 然后几乎是不太会走山的 那个共识不太会走山的 那我们其实就会先开发出 网页的prototype 那有了网页的prototype 其实我们也会直接邀请部队 一定是邀请end-user来操作 然后我们也会去收集他的 他在操作上有没有一些 他认为是非常不直观的 其实就是那个usability task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真正收集到 end-user的一些声音跟意见 那这是有关我们画面的沟通 一步一步的改善 是 其实有点像在学英文 我们从一开始ABCD 然后学单字组成句子 再来是paragraph 对 照最后才是这个文章 是是 就是我们这是在捏陶图 就是越捏越像 然后不希望我们就是捏了一只猪 其实人家要一直记 但是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像 然后没有太走山 这确实是在我们这样子 形成的过程之中 到最后开发 几乎user单位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这其实是部队的主管 他也很压抑 其实当时候我们决定这么做 我觉得我们那位部队主管 他很精明 他很聪明 他其实听了一下子以后 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因为他不希望这样子一个大型专案 像以前一样 永远都是一两位 BU的代表性人物 决定这个专案 这个平台是什么走向 他觉得整个部队一起进来看 然后以后大家就 真正ABCD 百人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有很多的抱怨 因为很常出现就是 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这当时候没有来问过我们 其实这些声音会自动不见 感觉真的是非常敏捷 因为不断核实又核实都在核实 对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校准 一直在跟大家校对 好 那你在金融业沟通需求 就不外乎一个画面 然后再一个就是业务流程 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沟通它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face to face 然后越具想法越好 那在沟通业务流程的时候 我们就是取人家的智慧 我们做了一个简化版的VSM 那我们把步骤简化到 就少少的五个 因为其实当我们面对 就是非常资深的同仁 尤其是数百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是要把东西 做得很精美 然后很细致 我觉得是要让大家 是可以很清楚明了的 然后跟上我们的步骤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五项步骤 然后引导大家说出大家心中所想的 因为其实回应我刚刚说的 B1和IT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人 两种很不一样的人 IT它是很习惯那种结构式的思考 我很快就可以抓住 这是一个模组 这是一个模组 但是对B1来说 它们不是这样子思考模式 它们其实有很多的业务知识的保障 在它们大脑 可是它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 那我觉得IT的工作是引导它们说出来 那有一个次序去梳理它 帮助它们说出来 不要让它们害怕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例如在害怕的时候 它们就会甩一句话给我们 就是你们去看城市 它希望我们从城市返回来 看出业务逻辑 但是我们就算看了 没有能感染 我觉得是一样 就是一直在那里loop 在那边打陀螺 所以我觉得正确的方式 是应该要引导 引导我们的BU 跟我们的部队 说出它们心中真正的流程 而且这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一起的 没有谁对谁错 我们并没有要去生出一个什么 规格文件要你划压 这是你说的 未来错了 谁来算账 我们都不是要做这样的事 我们是真心想要把 业务的流程梳理出来 那我们的步骤呢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今天主人公是谁 客人是谁 那我就画一个人的图示 那帮助他们具象化呢 就是从我今天开始出发 那我走的下一步 是导向人的话 那我就用黄色框框代表 如果不是人的 是一个机构 或是一个平台的话 我以黄色的框框代表 那接下来就是方向性 只要从我这里出发了 我就画绿色箭头 从别人方向出发 或从别人再到别人的 我就用蓝色的箭头 这个都是协助他们具象化 去抓出头绪 然后理出那个顺序 那最后呢 涂出来了 整个流程出来 我们就来检讨 这个流程为什么我们觉得难用 我们困难在哪里 要把那个痛点标出来 那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时候 去涂鸦的一个VSM 就是让他们去画出流程 然后去标出痛点在哪里 那我把它变成 电脑板的 其实他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个主人公 他 他有两个方向 有两个方向 他会做两个动作 他分别走向是人的 不是人的 然后方向性都标出来 那你看有了 有了几个很重要的端点 然后有了方向性以后 我就可以梳理出 我的业务流程步骤 那其实就是有出发点 然后我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照接收端是什么 那在中间其实有一些自由的参数 你可以去标记 例如说我使用什么工具 我拿到什么报表 或者是在这个动作与动作的串流之间 我的可能按键状态有什么变化 这都可以借由这个表去标注 然后把痛点标出来 然后也可以把这一个动作 我可以找谁讨论标出来 那其实这样子一个表出来之后 在一个庞大的专案里头 许多业务流程要梳理 变成我们变成非常有秩序 就是我们可以很快去找到市主 然后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哪里有问题 其实Yeloma说过一句话 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问题 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那去怎么去厘清这些流程呢 其实是我相信方宇在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解答 那其实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其实进到第四个Spring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Timebox 我是拉到六周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厉害 六周这年级吗 那其实六周其实有我们的道理 因为其实四五千万的一个大型专案 包含下水道工程跟优化 其实我们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变成说 其实是我们连那个母体都没有 那我们是一边在制造母体 然后一边把优化放上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把我们的时程 我们的Spring的那个Timebox说这样一段 我觉得其实在这中间 在我接触 我在这个案子里头总敏捷 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 一定要量身打仗 你要去思考 什么是符合你的案子 符合你的团队 一定要真心去思考 就是我其实到时候 我是完全抛掉 那个可能很多敏捷的 应该要怎么样猜 更敏捷 我抛掉很多这些话 话语这些很多想法 因为我不得不抛掉 因为我如果没有回到本职 去思考什么适合我们的话 其实拉不起来 我真心的说 这个案子真的是拉不起来 是太痛苦了 因为我们我刚刚前面一直提到 我们有下学到包含资料库 批次还有原本250个功能开发语言的转换 那还要兼顾优化 所以我必须拉到六周的步调 让我们的团队包含BU包含部队都可以消化 在每一个Spring里头我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以T为一个Spring的开始 一个Planning Meeting的开始 那我在前三周 我们就会召开我们这一次 下一次的那个Spring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会有个Refine Meeting 我们要真的去讨论说 我们要开发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的范围 还有刚刚我提到的 我们的Paper Portal要出来 然后还有义务的规格 义务的可能就是可以用VSM 这样子来梳理 那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提到三周之前 其实我们要让所有的人 包含部队跟BU 有时间去准备跟整理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我通过在Planning Meeting做的话 我觉得那个Planning Meeting 真的是变老太婆婆的角度 而且所有东西都长长处处 没有办法有一个定路 可能到了 我进到Spring真的在开发的时候 还在修修改改 所以我就是提前的前三周 让大家有准备 然后有一个共识 大家开始有一个雏形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在真正的Planning Meeting 开始的那一天 我们会非常严格去检查 不是我 是我们团队就会一起来看 因为哪一件事情没做好 其实是互相 是相害的 就是互相害到对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DOR 它就是一个checklist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去看到 我们会去检查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 已经讨论好我们的开发范围 那未来的Paper Portal 跟业务规格 是不是都已经真的整理出来了 如果真的整理出来了 我们才会进到 我们的真正的那个 那个我们的Planning Meeting 的工作项 我们的SBI里头 那因为这个 我刚刚说到我们的优化 它其实也是 也是很不小的一块 我们有50个功能要优化 其实每一次 我们都会先有画面 画面的整理 就是刚刚我说的Paper Portal 然后呢 有了Paper Portal 我才会有Prototype Prototype是我真的 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Web 可以去操作的 非常具象化的东西了 那有了Web Web的Prototype之后呢 我才会真正进到实际的开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大概是有三个步骤 Paper Portal Prototype跟实际开发 所以每一次的Spring里头呢 如果我决定了A功能项的Prototype 我要我要做A功能项的Prototype 我在Refine Meeting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准备 它的Paper Portal 那如果呢 我要B功能项 进到实际开发 那我在 我在之前的 之前的Spring 我就一定要有 它的Paper Portal 跟Prototype出来了 是的 然后进到真正的开发 T开始之后呢 有六周的时间 这六周的时间 我又去把它切了 两周两周 切成三等份 我们会 我们会在第二周的时候呢 IT会交付出版的FS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的FS 这个文件的规根 绝对不是要 要拿来规定 拿来划压 不是拿来就是 就是牵制对方的 对绝对不是 因为其实会有这样的FS 我觉得它当然有 它的意义存在 一方面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的流传 就是未来 未来就是开发人员 他一定要有一个文件 可以去阅读说 这个功能是如何设计的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金融业我们一定会有所谓的ISO 会有这些文件流程的规范 那这也是为了要符合我们文件流程的规范 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在 在这个专案里头 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因为我在这个组织里头 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一定还是要符合组织的规范 这是必要的 那我只能绞尽脑汁 让这两件事情平衡 希望我们既能够做到 做到凝结的精神 然后必须又必须符合这个组织的框架 所以我们会在第二周的时候呢 就是提交我们的FS 然后也会让IT承诺 说我们这一次的开发项目 会在什么时候交付 那为什么要有这件事情是 因为有了交付日期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进到测试 这个我等一下会提到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在第四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请VU单位提交他们的 验收的测试题目 跟情境的测试题 那验收测试呢 其实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就是AC 验收标准的测试 它是 我们是在检验我们的功能的逻辑啊 是否正确 那当然不能够 function一点就挂掉 不能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品质的把关 那情境测试题呢 是我们邀请部队 一样又就是end user 就是我们会邀请部队end user来 来测试 那让让他们真的 我们在测试状况是 我们会起一个会议 然后让部队一个一个进来 一个一个进来的目的就是 不需要污染样本 那不一样的user进来之后 我们也不会说话 不会给他任何操作手册 就直接让他去使用这个功能 我们想要听到真正的声音 因为如果我们不说话 他就知道怎么使用的话 那就是他是成功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 对 那其实一开始很好玩 我们的部队其实他们很可爱 他们都会跟我们说 我们好害怕看到IT失望的表情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我就一直跟他们说 请不要害怕 这是抓鬼的时候 就是你们一定尽情的撤 你不要你不要看到一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旁边的 想要问 我说我们不会跟你讲 你就是很希望你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设计的多么不容易的情话 那这是我们的应用性测试 那这样子的测试呢 我会把它摆放到第四周到第六周 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去消化这件事情 因为因为因为专案比较庞大 我也我也不希望说把所有的测试 通通压在第六周所谓的 大家说的review meeting 因为我觉得那也不合理 那可能就是乱测一通 是 然后我们就是用四到六周的时间 慢慢去消化 而且一定是找出真正的使用者来测试 听起来这个应用性测试 其实可以拿到最真实的反馈 对 那我们都会把反馈记录下来 那反馈记录下来呢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在review meeting 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包含有验收标准 如果品质真的出了问题 我们就要去讨论如何修正 然后应用性的话 应用性就是来自部队 他发现这眼设计 可能EYU差不够OK 那他的回馈 我们就会在这个review meeting里头讨论 是不是要把它放进PBI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诸多的考量 他可能有成本的考量 或者是其他业务互相牵扯的考量 那我们会把部队真正的回馈意见 拿到这个会议上来好好的讨论 是不是要把它放进PBI 再下一个sprint或往后sprint再去做修正 然后在retro meeting的话呢 我们就会讨论就是可能有关人 或是我们团队之间相处的关系 我们使用的工具 还有我们的流程是否需要改善 其实像现在这个表啊 就是我们在retro meeting的时候 每次去进化的 他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复杂 一开始就只有t-3w 就是有个refine meeting 然后有planning meeting 然后有review跟retro 然后渐渐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测试要有品质 所以我不希望通通压在review meeting 再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才慢慢去切一个 这个表是进化出来的 那其实即使到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表是11月份的时候的表 那其实到了现在我们12月份 我们心中其实在下一次的review meeting 在retro meeting我们又会有改版 因为我们可能在开发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又发现有新的挑战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time box 协助我们去做品质的把关 对那也在这一个 这一个springs结束之后 我们才会有fs的sign off 对因为这其实是一个 就是document after的一个精神 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的fs绝对不是要拿来划压 也不是要拿来沟通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文件资产 那只是碍于就是组织框架 我们有我们的iso流程 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sign off的动作 那我们就留下这样子一个文件 其实这个fs文件从t2到t加2w到t加6w 都一直在做 是是是是 因为可能在比如在做测试题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 发现其实人都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真的在 如果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需要修整的 然后还有包含像是异用性测试 有一些我们可以 发现一些就地可以修正的小错误 我们就会在fs里头去做修正 所以我们其实不浪费那个时间 就是在那边 sign off来 sign off去 就是整个文件它是我们是希望留下有用的文件 绝对不是化压文件是有用的文件 它是一个资产可以留作后人可以去看 确定在测试过的最终的精华产品 这就是我们目前走到的旅程 那我就做一个结论 那在这这一年过来 那我所感受到的敏捷 就是第一个 我一定要让真正的使用者发声 包含有在弹痛点的时候 还有到最后应用性测试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真正的使用者站出来 其实这才会是真正让 让我的东西有人使用 那有人使用的东西他才能赚钱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效的沟通 一定是要有效 不然沟通是无用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用文件 我们一定是面对面 然后具象化 那所有的文件它只是一个资产 所以有效沟通 它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 自定团队的游戏规则 其实这个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觉得我就抛下很多 大家可能都会敏捷 就是既有个概念 那不是故意要抛下的 其实就是我发现 我不得不去回到自身 就是观看自身 就是我必须要做出什么修正 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包含像我们 所以我一开始说的 我们的那个雏形 我们的那个需求排序的雏形 我们去做 做那个价值公式 去做那些访谈记录 都是我们团队 自己设计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说好 我们就遵守这样子 一个游戏规则下来做 其实这样子 像我刚刚 我可以补充一点 像我们那个需求雏形 出来之后 我们也有在进阶 跟我们的使用单位 谈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大家 IT最害怕的就是插件 插件这件事情 就是无止境的插件 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 就跟我们的使用单位谈好 我们说只要有任何的插件出现 因为是插件 它不是在原本专案范围 所以经费成本 这个他们要想要负责 他们要想办法 那至于插件进来的牌序呢 由他们来决定 但是这就会有导致抽换 就是你插件来一件 那个牌序 其他牌序就往后退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 所以大家就是不能赖皮 大家说好的 这是BUIP整个团队 整个Spring团队 一起说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对对 这是我们一开始 就大家做好游戏规则 然后还有像刚刚 我们最后的那一张表 也是我们团队定的游戏规则 所以在 在那个Refine的时候 在Planning Meeting的前三周 大家就知道 就是我们要准备好 要来讨论什么事情 然后在第二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交付FS 然后在第十周的时候 交付测试题目 然后四到六周的时候 好好的做测试 这都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游戏规则 然后自己就要好好的遵守 然后也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自定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透明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蛮有把握在 我们这个团队里头 其实几乎每一件事情 都是 都是整个团队皆知的 就是我们非常 非常的打破 可能往常就是PM 就是对于整个专案 其实是一手抓的 然后很多事情只有PM知道 那其实我是很 很努力打破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透明程度是到了 就是我可能这整个案子到 我们可能预计明后年上线 这整个规划 我是连 我是整个就是公开来 让到所有的工程师 我们都看到我们这个 共有的目标 那这样子极端的透明 其实我觉得换来就是 极端的信任 就是大家知道说 我们共有目标在这里 不会是我一个人在努力 但是别人可能在偷懒 因为他知道了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信任 极端的信任 就最后就是单责跟自管理 所以我们动起来是很快的 就是效率非常高 其实这件事情 有让我们的长官看到 就是觉得 我们这样子一个团队 就是撑起这样的案子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其实我们最初也没有想到 我们可以这么的自动自发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不断的检视调整 其实像我们刚刚那个 Prototype 还有我们对自己流程 不断的精进 在Spring流程不断的精进 我们都是为了要回应变化 然后还有像我刚刚说 我们那个PPI 就是如果有插件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排序 就是不断的检视调整 然后去回应当下的变化 就是我们一直告诉 比如说 比如跟IT其实是同的情 我们不应该敌对 也不应该说 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开始互推责任说 都是你一开始没想好 都是我一开始没想好 那我们的共有目的 其实就是 要不断去处理 跟回应当下发生 没有人愿意发生 但是就是已经发生了变化 某种程度 跟Netflix 公式文化有点类似 因为他们公式文化 是不讲求任何一条的 这个规范 但是他们公式 可以运作很顺利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管理 以及调试 是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的心态 其实这个也是其实回应我 刚刚前面所有讲的 就是我抛下所有的 就是大家认为我们敏捷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是以我在这个组织 我遭遇了这个组织的 组织的一些包袱 但是我又必须要在这个组织 包袱之下解决问题 我该怎么解决 那我面对的人的特质是什么 那我就要依照这个特质 去解这个问题 就一切都是解决问题的心态 你知道 其实你可以忘记 你其实在做民间 它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而且是可以用回应变化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样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好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 Singa Singa 谢谢 Singa是什么意思 从哪里远发的 这个是美剧 一个很有名的美剧 就是TPVT 就是有分 搬成生活大爆炸 然后又搬成宅男行不行 那里头有一个主角叫Sheldon 它是星际大战Spark的Fans 那Spark的标准手势 纪念手势就是这个 那这个也是刚好是我们敏捷 常常讲到的 三战舞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 当作一个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方便带给我们 这么这么精彩 那相信我们今天 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主题 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的听众 都在生活上 遇到这个问题 如何在大东西里面 从一个 已经该怎么讲 制式化的规范里面 去提出一个 比较创新的开发方式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 一个流程 那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在今天的演讲 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方便的呢 有人问那个FS是什么意思 FS就是需求的规格书 这个算是IT比较 比较专业的书 其实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一个正式的 一个大家需求的一个文件 是 那它是可以比较清楚的规范 界定出来说 我这个系统 该怎么做 怎么设计 那也有人问 我也问到 那个业务单位 如果全部都列很重要 要怎么处理呢 全部都列很重要 但是我们 有去做数字的排序 它算出来是 不可能一模一样 那如果全部都一模一样的话 第一个成本一定不一样 那如果 像我刚刚提 我们的例子的话 重要性跟急迫性都一样 现在是不可能 我觉得这可能就 我觉得可能要回头再去沟通 是不是我们 我们提出来的因子 是有问题的 好 那那个Alex有提到 如果前面Spring 有一些的delay的话 那要如何做调整 前面的Spring有delay的话 尤其是我们也会 多少会遇到一些delay的问题 那其实 其实遇到delay 我一定是 很真实的先回头 去看为什么delay 那有些delay是 合情合理的 那我们就 其实就是做出回应 就例如说是开发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看开发是 发生了什么状况 如何排除 那一定在未来的Spring 去做效果 我们不会装作 这件事也没有发生 也不会装作说 原本就应该要 两个Spring解决 因为我落了一个Spring 我就压缩下一个Spring 我们会加快脚步 但是我们还是会真实呈现 我们有delay的问题 那如果是user单位那边的话 其实我觉得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沟通 出了一些trouble 然后比如单位的人 其实他们通常 比较没有像IT的人 可能会一直去 一直去往问题方向打 他们可能就停在那里 所以变成是说 IT或是Spring Master 就是要很注意这个状况 然后一直回头去做沟通讨论 到底是停在什么地方 那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帮忙吗 我觉得一定要问出 我们可以帮忙吗 因为大家是一个team 那如果发生delay 就把它放在那里的话 其实真的会 一直往后退 一直往后退 其实我很避免 就是发生delay 就我们就往下一次 往下一次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那我们就是就问题解决 然后该如何消化 就如何消化 那如果是vendor delay的话 那其实在演讲的最后面提到的时候 就是要讲好游戏规则 这个是很重要的 vendor delay吗 其实vendor delay 我把它视为就是 我们IT整体delay 因为 因为 我们和vendor 其实是蛮高度连接的 就是 在我们这个团队啊 其实 我们蛮自身要求的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 尾外就全部丢给vendor 其实我们自己介入很深 哪边要做什么 要 做法是什么 结构是什么 所有的东西 次序是什么 我们都是亲身下去设计的 所以其实delay发生的话 我会觉得 那是我们自己 也有蛮大的问题 PBI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刚刚这边写的 product backlog item OK 对 对 那Sandy想要问说 现在正在跑车的系统 已经上线了 那每次Spring的时候呢 出的increment会不会安排上线了 不好意思 哪一个 这个 我们不一定会在每一次的Spring结束的时候 就一定安排increment上线 它是 我们是把它切开来的 我们是把它切开来 因为 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现在是大型专案 然后我们母体也还在涨 所以其实我们的母体 并不是在production的环境 那我们是顶多把它放进 就是平行测试的一个环境 那平行测试的环境 当我开发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搬进平行测试的环境 但它不一定是一个Spring的结束 我觉得它是没有一定 一对一的连结的 我们大约有剩三分钟的时间了 那方雨有看到什么想要 我想要回答一下 刚刚那个 他有提到说 验收标准在开发到一半的时候 才承诺 其实是验收标准测试题 其实验收标准 其实我刚刚那个表 我其实确实没有写到很清楚 验收标准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refine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我们的BU 一并提出来 但是真正写出测试题目 是在第四周的时候它要产出 其实我原本一开始是希望 在那个就是DOR的时候也列这一条 但是我们的BU有跟我跳脚 他说他们真的做不到 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觉得团队要一起 一起来看问题 然后一起来 一起来做出协调 然后找出自己团队最适合的一个解方 那因为我的BU 我其实了解他们就是 确实工作的loading是很重的 那他们跟我提出说 他们的测试题目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一并产出 那可以先提出一个粗略的验收标准 那其实我就接受了 那这个我接受这样的前提是 我一定还是一直回头去观察 观察这样子会不会出状况 会不会太过粗略 然后导致后面出了 就是品质上出了问题 那如果出了问题 我就一定要再回头去跟他们沟通 决定何时上线了 我可以保个密吗 大概就是明后年 那凯文在这边有提到一个蛮有意思的点 就是在金融面对积核的时候 法尊以及自然的沟通 也是这样透明太多做进行吗 我相信其实问了这个人 你应该也知道答案耶 OK 好 那我们就不回答了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位 在上面吗 对对对 其实我不接意回答 太难了 这个 我们是内部系统 我们是内部系统 目前没有像真实用户系统 我知道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是内部系统 但是其实内部系统也比较少 我们是属于内部管理系统 跟那种行员在打的端末系统 会有点不一样 那内部管理系统确实比较少 会有使用者其实直接上看三四百人 其实过往更多是八百多人 其实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那其实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案子 我觉得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少有的挑战 好那已经两点四十分了 那是我感谢方语带工 今天这么这么精彩 以及精辟又透明的一个演讲 谢谢方语 谢谢